又是酒駕兆陶惹的禍 一名騎士沒戴安全帽 高速急在巷弄內 員警對他攔查 他竟然是心虛加速逃逸 過程當中發現被造超了 還直接衝撞警車 造成員警受傷 警方只好噴灑辣椒水 將他上泡帶回 然後對方從前面小巷右轉後 所以我從另外一條小巷 前往包巢 員警在巷子內回頭打算 前後包夾 違規又兆陶的歧視 沒想到對方不敢被抓進直面 高速衝撞 兩台車摔倒在地 這時騎士極力反抗 還想要逃離現場 隨即被噴辣椒水制服 不過這麼一摔 員警也受了傷 他直接有衝撞的問題 所以跟他失策 有公共危險的問題 超大聲的頻道之後才跑下來看 剛開始以為是抓壞人 結果看才發現是在抓酒駕 原來又是酒駕兆陶 事發了10號晚上 一名中心男子沒戴安全帽 高速行進永康區廣行街時 遭到巡邏援警鎖定 賞前攔查 但他因為心虛不但不停車 還加速逃窜 只好被圍捕又衝撞進車 導致機車破損 人也受傷 還波及其他民眾車輛 這時男子竟想繼續逃 雙方經過搏鬥 最後在辣椒水服 助下終於被傷靠逮捕 事後經過酒駕 才發現男子數值超標 索性原警只是輕傷 治療後沒有大礙 只能說飲酒又僥倖上路 還想逃避責任 下場就是付出更大的代價 竟然我們騎台南從不倒